的确,首播为强力宣传,当时主演都寂寂无名,竞争作品数不胜数,都让琉璃开播初期不被看好,但她硬是靠着过硬的实力,从尘埃中开出了花朵,这朵尘埃中的花,开在观众最柔软的心底,看着甜虐交织,双向奔赴的男女主,即便是时生时世的烂梗,也阻挡不了粉丝追剧的步伐。 有付出自然有回报,几位主角经此一意一句成名,纷纷积身人气演员之列,配角也有拥有了姓名,不少也有宣发了新剧,种种迹象都在宣示着琉璃的成功,玉宁师姐和岛上一众弟子一样穿着红白外衫,她将头发扎起,画上普通的妆容,虽不失为一位清秀俏丽的美女,但显然没有什么辨识度,追过快乐女生的网友对傅梦妮一定不陌生。 2011年,傅梦妮参加选秀节目快乐女生,最终获得全国总决赛第八名,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有网友称,她以前日系打扮好漂亮,金棕发带刘海,我以前还磕过她和武艺。 2016年,她便在反腐题材剧《乱世威情》中饰演女一号小乖乖。 2020年,她在古代神话电影《风神之九曲黄河镇》中饰演女主角孟月。 2021年,傅梦妮还参加了央视音乐频道《一起音乐吧》,主演怪兽题材电影《蛇女孩》,古装玄幻电影《大梦西游之五行山》, 琉璃中玉宁师姐虽不出彩,参纵观傅梦妮的整个演艺生涯,也非全然黯然无光。 或许,她是在追求自己音乐梦想的同时,挑战下更多的可能吧。